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Z3 Plus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手拿很穩耶 芒果 今天換芒果了耶 我偏偏讓它咬一下 哇 今天你長進就對了 沒大人 有啦 就是學長要教我 不是要交接了 沒有交接啦 教我 準備去賣卡貝了是不是 好 今天是什麼節目 我們今天拍那個愛車大奶照 好不好 小奶照就好了啦 因為這個這台車應該不會花太多的錢 去修改太多東西 好 我們就是記錄一下這個整理的過程 跟觀眾朋友分享 因為這台車齁 從我們上次上片之後 我跟你講 那個訊息如雪片般射過來 問說有沒有要賣 有沒有要賣 什麼時候要賣 一律我都跟他講說不知道什麼時候 第一個店裡面車太多 第二個休息場也太擠 好 所以我們要依照排程 好 每一台車都有這個觀眾朋友在等 可能是他們看了我的影片之後 發現原來這台車這麼棒 好不好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專業的賣車人 所需要具備的能力 你知道芒果小姐來不怎麼樣 你要怎麼操盤 把它弄成一個網紅 你要怎麼捧紅它 你就要發掘這個小姐的優勢在哪裡 對不對 一旦發現她優勢之後 首先叫她去怎樣 跳啦啦隊 之類的 跳啦啦隊有沒有 從這邊開始 然後再來廣告就一直弄一直弄一直弄 好啦今天是這個2006年的馬自達6 2007年領牌2.3S 五門鞋背板 後面有雨刷的 今天就這台車呢 我們準備待會兒呢 帶觀眾朋友再檢查一次 然後接下來我們讓小陳檢查完 我們就從基建開始整理 基建整理完畢之後呢 再來我們就是這個送去烤漆整理 美容整理 我記得他皮以方盤也都要處理 那到時候我們就一連串的療癒的影片 又有可以跟大家分享 內裝跟紅色都有那種速殺的氣息 然後這方向盤屬於偏重的類型 開起來極負運動感 引擎的話我覺得引擎腳還OK 不是挺陡 試看看底盤是不是 啊引擎燈有亮啦 引擎燈上一集就知道了 引擎燈是亮的 主要試一下引擎跟偏重箱跟底盤 哇 起口叫 躲啊 是不是避震器啊 好像避震器咧怎麼辦 oh shit 好好開喔 你看這方向盤 你看多靈活 沒有間隙你知道嗎 沒有虛位 左前方有聲音啦 這個再請小程檢查一下 應該研判我覺得避震器也有可能中獎 冷氣還是OK的 今天這種天氣二十幾度 冷氣都不OK就完蛋了 好啦我們這樣試完了 左前的底盤有聲音好不好 那剩下的引擎室的部分 就讓小程去檢查 芒果就交給你了 好 馬上跟小程預約 要去做全方面的檢查 你要注意聽聲音耶 你不要只有顧著拍耶 你有聽到什麼特別的嗎 後面嗎 我現在只有聽到後面 後面都是內裝的 慘了 怎麼了 前面沒有聲音啊 沒有聲音 有沒有 這都很正常的聲音 好像還好多 有 這都很正常啊 有沒有 不會再動 不會動 時速表不會動一定會亮燈的 亮引擎燈喔 還是ABS 都會喔 都會喔 因為要感測不到時速啊 等一下看一下里程會不會跳 下面的那個小技里程 好 承重力 現在是多少 136.8 完全沒動 136.8 對 真的沒有意義喔 你看這個路 夠爛了吧 上次你有試嗎 有啊 你在車上 有聲音嗎 什麼聲音 抖抖 然後在前面 在前面 後面沒有 不會吧 它自己修復好了 不是啊 你有聽到嗎 現在沒有啊 跟上一次的 沒有上次很明顯 這一次沒有怎麼辦 我們等一下再試一圈 沒有我們再回去用看的 上一次你跟 老闆 老闆 兩個 好天氣還是壞天氣 有下雨嗎 沒有 沒有下雨 那應該試不出來 下雨天 水有的時候會潤滑那些關節處 所以你就聽不到聲音啊 所以有的時候天氣也是一個重點 好 好啦 不知道要怎麼抓 聲音在哪 要等好天氣再拍嗎 不是 現在沒聲音 喂 找不到 等一下我們可以先拍這些 好 等一下先用電腦看一下 是什麼問題 就能看了我們先看吧 騎管控制法 炫耀在地 就是它的火車走壞了 ABS 通訊模組有霧 這是引擎燈顯示這兩個故障 然後我們去看底盤的電腦故障 不會吧 這麼嚴重 哇 ABS壞了 電速箱模組通訊有霧 那我等一下先把它消掉 消掉之後 然後再把底盤的消掉 看它確定是哪一個 然後看時速表會不會動 ABS掉了 ABS那邊都沒了 又有了 掉出來了 好它現在引擎燈亮了 我們先看一下引擎燈 現在又亮了什麼東西 ABS通訊模組有霧 好 那我們去底盤的看 ABS 我們再去試一亮 欸亮燈了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我們電腦還插著 欸時速表有了 哇 那個里程好像有 都領的東西 對 現在有聲音耶 有聲音耶 很神奇 有沒有 很明顯了吧 都在這裡 有沒有 這一次很明顯啊 嗯 根本就不同台車嘛 是不是 有沒有 一直扣扣扣扣扣 有沒有車有時候就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解釋 你看這一次聲音是從頭到尾都有 而且很大聲很明顯 嗯 好啦 這樣我們可以回去 有聲音啊 太好了 今天剩下引擎燈 應該也是ABS 沒有 沒有 有沒有 嗯 所以基本上應該都還是 ABS系統的問題 來吧 我們剛剛聽的聲音 大概是在這裡 這個橡皮旁邊的鍵隙有沒有 很大 嗯 有沒有看到 我等一下搖它就會動 有看到嗎 有 你看這邊鍵隙更大 看得到吧 有看得到 對喔 其他避震器 避震器之前也有換過 嗯 有沒有看到 這也不是避震器的聲音 對啊 你說底盤其實看起來還好 我們等一下把這個拆起來看一下 好 有沒有看到 下護板乾乾的 嗯 其實還不錯耶 不錯 欸這顆油油的 這個是 機油芯 機油芯到時候 墊片換掉就可以了 嗯 水龜座這邊有 有在開始滲 有結晶跑出來 這裡 喔 煞車皮也很新耶 已經腳斷了 上面是已經整個斷掉了 好 傳動軸 都沒有漏 很好 那這邊有一點油氣 到時候要先清一清 那我們往上看 欸這顆 這顆引擎 很漂亮耶 都很乾淨 乾乾淨淨的 這顆水泡壺看起來也是換過的耶 對啊 很新啊 所以水泡壺不用弄 但是水龜要弄 煞車板 也都還好 就只是太久沒開有沒有 就生鏽了 但是其實 開一開會 對開一開就可以磨好了 煞車皮也還夠厚 後面的煞車皮就比較薄了 後面大概剩 剩五層左右 盤子其實也都是放太久沒有開 嗯 那後面的避震器 也都沒有漏油 有沒有 都是好的 這台車避震器都換過了 之前都有 四支都有更新過 喔來 過來 你看後面的防徑軟橡皮 也都 這邊 這邊已經有漸氣了 可是後面基本上比較沒聲音了 現在有看到就把它換掉好了 剛剛亮的那個騎管的 進氣騎管就是這兩顆 就是俗稱的火車桶 然後要順便看一下它的腳有沒有斷掉 因為這一顆引擎跟Escape一樣 所以你要注意看這個腳 這一顆黃色的 沒有斷 它會連那個旁邊那一起動 對 它就是抽這邊的真空它就會動 等一下我拿東西來吸引就可以看得到 那我們拿針桶吸 正常是用針空棒 但是我們只要看它有沒有作動而已 有沒有 作動是正常 那就可能是電池把它壞掉 就是才會亮那個燈 這台其實顧得不錯 稍稅油換起來 我們用涼的 有沒有 1% 所以是不用換 變速箱油 你看變速箱油其實看起來都很乾淨 可是下面有點黑了 所以變速箱油可能也要做個更換 機油就比較乾淨一點 因為它有換過 就是有換過的 一看就可以知道 當然交車之前都會把它換掉 電瓶應該是掛了吧 發起來很沒有力 有沒有剩21% 21% 21% 所以電瓶要換 這樣差不多啦 因為你說肉有 鳥蓋也沒肉 整個周圍都是乾的 對啊 那我們蓋子開起來都乾的 有沒有 都乾的 沒有肉 然後 泡油也都還有 那引擎腳可能就是把下面斷掉的那隻先換掉 因為我們剛開的時候 試的時候其實 車身抖動也沒有很大 對 所以把後面那隻換掉就可以 皮帶也都 之前應該有換過了 不然 如果十幾萬沒換過 應該不會這麼健康 好 大致上是這樣 ABS比較麻煩 ABS在這 這顆喔 對這顆就是ABS 它的通訊是有問題的 所以 有可能是 這顆拆起來去送修 因為電腦插下去看起來 它都是寫 針對ABS ABS的電腦就是前面這塊黑色的 嗯 這一塊 這一塊 對 這一塊 好啦 那目前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那我先 教料 我們就 平衡感橡皮四顆 嗯 然後 一隻引擎腳 水龜 那因為它 我們那時候看那個 水棒補是新的嘛 我們就先來看 保養的 不錯耶 對啊好乾淨 是不是 新的耶 看還是垂垂 裡面還是有一些髒東西 鐵器門你覺得髒得還乾淨 我覺得髒耶 為什麼 好像要開槍 這個應該很久沒有拆了 哇 有啊 你看下面都有一些痕跡了 有沒有 還是要新啦 改來的還是要來啦 我們先來換機油 一副一副來 好 下來了我們就可以看到 換有多徹底 我已經看到它的 橡皮已經裂開了 上面這邊全裂 哇 下面也是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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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來拆 不好拆的 放輕乾了 我們放輕乾 橡皮在這 好了 要來橡皮 我們來比一下吧 舊的會變 有沒有 變那麼大一個 嗯 欸這台車是收回來的 對啊 欸不錯耶 前車主很有良心 避震器有換耶 而且避震器也都沒肉油 好啦 我們來處理後面 當然了 車就要這樣設計 你看一次才兩個一次 換兩個多好 是不是很嚴重 很嚴重 就是不換收不過去 很嚴重 都是秀啦 哇 欸 都是秀 好扯喔 有沒有 好啦 你看這個平面 都是秀 平面而已啦 不是裡面啦 裡面就沒辦法清啦 那裡面那個秀要怎麼辦 秀洗不掉 就是償換水 就是水香精接下去之後 然後償換 可能 從一開始 對一開始先半年換一次 然後再來就是一年換一次 要慢慢把它衝掉 好啦 平面大部分是出來了 只是這個面 非常的不平 啊所以這個呢 基本上就是要打膠 去填補那個空隙 不然這樣裝上去就死定了 裝上去還是肉 好 我們先來鎖 油底殼的螺絲 它一樣空氣又跑出來 你空氣擠在裡面 它又不會自己排出來 有一些擠在引擎裡面 根本就排不出來 所以等一下要接溫度表下去試 我們試到下水管熱就可以了 就表示有大循環 大循環基本上就把裡面的 髒的都會洗出來 然後我們要 就浮出來 我們要趁熱的時候 洩水 因為這樣流速比較快 喔熱的流比較快 對喔 而且壓力比較大 最近上限了 那因為它這邊65度 要到上限 那我們看 現在大概是 60 62度 所以基本上 我們露出來多少 加多少就不會錯了 有沒有 OK 看一下解溫 那個水龜 解溫器有沒有露 沒有 你看我們打的膠 有 有嗎 那你看 我們的肌油心 乾乾淨 沒有油 有油的話 它就會先從這個旁邊 這邊 會先滲 再來 這個邊緣會先滲 對啊 除非是殼破掉 殼破掉也有可能 它的機率很小 好啦 那我們洗火 換水 這一根就是ABS 鼎鼎有名的ABS 那我們可以來拆 會很難拆嗎 不會到太難拆啦 難拆的 是固定座 那些全部都是油管 全部都油管 它差那麼多根 它兩根一進一出嘛 喔 然後四根就是負責控制四個 前後左右的分棒 上次換好了ABS 然後今天再來看一下 它的ABS燈已經消掉了 只剩那個引擎燈亮著 所以等一下就是 在檢查一下有什麼問題 ABS通訊模組 但是現在ABS沒了 好了 清掉了到時候就可以乾了 可以清了 上次清不掉了 對喔 這樣就沒問題了 好 我們又要去試車了 它這有力喔 唉唷 好可以喔 你有發現它方向盤換新的嗎 當然有 握起來不一樣 不一樣 對 握起來比較厚 真的是不錯 好開喔 好開耶 你坐著也舒服啊 舒服啊 很順啊 真的是安安靜靜 耶 試完了 耶 超順 沒什麼問題 對 而且都沒有亮燈 然後沙子還很利 超利 又準又利 漂亮啦 太棒了 那接下來就可以去做外觀的分利 我會不會理解 你會不會把這個 快樂 再次再次走 那些風格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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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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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已經把它換成手折了 所以另外一邊也壞了 我們就乾脆一併都把它換成手折的 那你會覺得說手折如果遇到巷子 另外一邊要會車怎麼辦對不對 不能收怎麼辦 蠻偉的不能收怎麼辦 請那個會車的那個幫忙折一下 不是啦 叫人家幫你折這樣喔 你沒手去扁手叫隔壁 幫我拉一下 拉鍊 拉一下石門水庫這樣 不對吧 不過就是弄那麼重啊 直接給它撞過去 它就折起來了嘛 開完之後再把它幫回來 好不好 大部分是這樣 它就變成可被撞的 沒有開玩笑啦 這個就是把它改成手動的 因為它那個料件也不好找了 主要是看一下內裝 我最喜歡內裝 這真的花大錢 它原本就有雙色了 所以方向盤呢 我們感謝OG 好 我特地跟大家說 我要維持紅黑雙色 中間還有一個定位線 好 非常漂亮 B 我也為了要搭配這個 紅色黑色的雙色 皮椅呢 我也把它改成車紅線的皮椅了 那另外呢 排檔桿 排檔頭全部都是 採紅黑雙色的配色 非常漂亮 再搭配它的紅色的指針跟儀表 整個戰鬥氣息都出來了 那後座的部分呢 好 我們也一併更換成車紅線 好 那在這個椅子拆去 整理的途中 我們的地毯也都清潔 全車也都清潔完畢了 鞋背的部分 哇 你看 暗暗內含光 就是這種的 低調中的高調 雖然你看它是銀色的很低調 遠遠看到這個熏黑頭燈 原本的2.3S跟MASDA6的治標 絕對要留著 哇 這個顏色從這個角度折射看 真的很漂亮 原廠就有的雙處圍管 原廠的圍翼繼續留用 那後面的清潔 乾乾淨淨 你看 清得多乾淨 好像新的 所以一台車啊 只要它底子好 整理起來都漂亮 看了就賞心願望 其實正常我應該沒有要開 那我等一下 我忍不住要出去開一下好不好 因為呢 我們的公單又來了 公單呢 我們就列在旁邊跟大家分享 那總共又花了十幾萬 我們那時候 有買到超過十萬嗎 八萬而已 喔 那就還好 這樣一台整理起來要二十萬 對 那怎麼賣 經由小陳的整理之後呢 我想要出去試看看 好 因為這台車之前 我印象中它就是在原廠保養 一直到賣給我們都在原廠保養 所以它車礦原本底質就已經是不錯了 而且這個車主是一個有年紀 我記得是阿公嘛 車主幫阿公賣的嘛 對 所以這個車主是有年紀不開快車的人 經過原廠的保養 原本的照護 再加上小陳的檢查整理 我們的整理之後 我真的還蠻想要開出去試看看 就上路去試開一下 走吧 Ultra-Z3 Plus 這避震器Q耶 它這輪胎我檢查一下應該是21年的 21年17週的 而且我跟你講引擎好穩 我剛剛一度還以為熄火了 你知道嗎 有一點小誇張 還不錯 其實這台車喔 你雖然看它蠻大麥的 其實還蠻運動化的 就是開起來方向盤阿 很有路感 而且轉彎我覺得還算蠻順暢 蠻流利的 這個車已經幾年了 17年了 不是因為我覺得這個車 其實當初出來 它做得蠻漂亮 而且其實我發現它 車內的那個微小的異音 其實不多 我以為車子阿 大部分到一個年紀 該鬆動的地方應該都要鬆動 我覺得這個牽涉到什麼 你知道嗎 前車主有沒有常常在改東改西 中東裝西拆拆裝裝 你常常在那邊拆拆裝裝 拆拆裝裝你很多的扣子阿 牛扣阿 門板阿 有的沒的就會變很鬆 那如果前車主它就是都用原廠的設定下去 正常的保養代步使用 其實阿 車內 車年紀到了 它不至於異音回態度 再來一個就是它當初呢 它就是日本組裝的 所以它當初組裝的 應該也是還算不錯 所以呢 它的整個那個 我現在開起來的感覺阿 除了我感受到的底盤的那個回饋 比較大以外 它可能底盤的隔音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其實你感受得到從底盤 創回來的一些震動的聲音 轟轟的聲音 以外呢其他的我覺得 內裝的部分都沒有太大的音 唉唷 我一個大彎 不會有什麼過分的側傾 所以它這個懸吊還不錯耶 懸吊巨哥應該沒有修吧 沒有 可是它原來的懸吊 真的就還不錯了 沒有老化的感覺 應該前車主有換過了 開起來不像是17年的懸吊 對 所以這個應該前車主有換過 有換過 有有 巨哥檢查有換過我覺得 你看喔 有沒有換過便機一開就知道了 過那個針縮縫不會有那個晃來晃去的那種感覺 然後ABS 當初的ABS 有亮燈嘛 那我們是請這個小程拆下來 那我們送修 坦白說這個ABS現在應該也叫不到新的料了 所以現在的這個ABS就搞定了 所以這個車子經由小程檢查之後啊 我二話不說上高速公路是非常的放心 所以芒果我們現在沿路就是往宜蘭去了嘛 對不對 對 吃個臨場肉羹 再回來 覺得怎麼樣 要不要再泡個溫泉 泡個溫泉 我跟妳泡是不是 分開 跟妳泡我會怕 欸真的很順啊 直接上高速公路好舒服喔 油門加速的這個反應真的很好 潔氣門應該是有輕的 所以也不會有一些這個 阻擋進氣溶機的一些髒東西 我說實在的啦 這個車啦 我們花到超過20萬的成分 賣也賺沒有什麼錢 搞不好還了錢 我們怎麼賣都不划算啊 假設我成本20啊 你說賣25我們就賺到了嗎 我覺得沒有欸 我們花那麼多的時間 人力精神 還要拍片去紀錄 那麼多的老師傅 花了這麼多的心血在這上面 其實把這些時間成本算下去 不要說賣25 賣28賣30 認真要算都不會是賺錢 怎麼算都是肥錢 這個車其實當初喔 估完車那一集之後詢問度很高 但我相信我這樣整理完 應該很多人買不下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反映出一件事情啦 其實有時候整理車是標準不同 對 有些人他可能照我們之前買回來這樣 他搞不好他就 隨便弄不弄 他就可以整理就可以開得很爽 不太用整理他就開得很爽 我們是用一定的標準下去整理 我們的標準如果跟你不一樣的時候 你可能就覺得你花不下去 所以喔 這也跟大家講一件事 就如果你是一個覺得標準很高的人 你買老車回來 隨便整理破十萬真的輕輕鬆鬆 所以真的是每個人標準不一樣而已 所以所謂的整理有沒有 你去外面車上我都整理好了 他的標準跟你所謂認知的整理好 其實是落差的 所以你如果是那種標準比較高的人 你真的不適合去買老車啦 有一些人他會看著我們的影片 比如說我就用這個馬力歐來講 你如果可能有些人看這馬力歐覺得說 哇整理好多對不對 花了十幾萬了 他可能來買 他的認知會覺得說 我買回來我一定跟新車一樣 其實不是 我們一直能就我們目前所檢查到的 我們能力所及的 去把它翻新而已 你想想看如果你的標準是 全部都要換新 那你為什麼不去買新車就好了呢 所以我們只是用我們的標準下去 把這個車盡量的還原 但是你說他要像新車絕對不可能 那大家都買舊就好 誰要買新的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認知上面 可能還要有一些一些的調整 言歸正傳 它還是一台17歲的車 它的設計跟它的有些地方的老化 真的就是沒有辦法完完全全的把它還原 我們只能盡量而已 好 那我們去接個貼紙 好啦 要貼哪裡 比一切啊 最後呢 我們好久沒有賦予它勳章了 嗯 就貼這啦 你覺得咧 還是要貼在馬六上面 好像 2.3那邊好像比較好 還是馬六下面 還是2.3上面 2.3旁邊 上面咧 上面咧 2.3上面 欸 有點怪 怪怪的 2.3下面 怪怪 也怪怪的 欸它這邊咧 貼中間喔 是安哈比安哈 貼中間太 太多東西了 太差了啦 好 好啦 我們貼低調一點 希望下次呢 網友你在路上看到這台車的時候 可以拍照傳到我們的粉絲頁 或者是IG Tag我一些啊 很多人都會做這件事情 我常被Tag 這樣有真的嗎 欸有 欸 右邊再下來一點點 右邊再下來一點 這樣 啊這樣 對對對 媽的 你說的喔 沒有機會 有啦 沒有機會跟你猶豫 呵呵呵 好質感 有沒有 沒有 好啦 又完成啦 那我們這個 整體車的影片 改造的影片 還原的影片 就到這邊跟大家分享 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開啟小鈴鐺 支持我們繼續做這種燒錢的影片 這個車 就算賣出去應該也賺不了錢了 好不好 那下次見 期待 掰掰 拍照 我們賺會 拍照 拍照 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